你无法想象 女孩为了喜欢的男生 能有多疯狂 李湘从小性格孤僻 同学们都不爱和他玩 只有学霸阿正会和他说话 从此李湘便一直暗恋他 但两人的互动 让同样喜欢阿正的班长 极其不满 于是在李湘的凳子上放口香糖 让他出丑引来同学们的嘲笑 阿正看到后 温柔地帮他把口香糖拽下来 这一举动让李湘对他的喜欢 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给阿正写了感谢信 信还没来得及送出去 就被班长截下 随后对李湘一阵冷嘲热讽 说他这样恶心的人 没有资格喜欢阿正 这些话深深戳中李湘内心 让本就自卑的他陷入自我怀疑 他对班长充满恨意 于是对他展开抱负 负责班级周刊的同学 苦于没内容可写 于是李湘提议刊登班上发生的丑闻 课间班长急着上厕所 但洗手间的门全都打不开 李湘突然出现在门口 班长吓得摔倒在地 直接尿在裤子里 李湘走进来 拿起相机拍下照片 把班长尿裤子的照片刊登在周刊上 所有同学知道了这件事情 班长非常难堪 李湘走过来对他说 班长也没有资格喜欢阿正了 从这之后班长就转学了 李湘对这样的结果非常满意 没有人能阻止他喜欢阿正 所有碍事的家伙 他都要一个个解决掉 时间转眼来到高中 李湘和阿正依旧同班 这些年来 对阿正的喜欢从未改变 同时他害怕自己告白后 被阿正拒绝 这段感情就此结束 他只能将爱埋在心底 阿正成绩优异 稳居全年级低 然而这次月考 一直在老师家补课的宫藤 超越阿正成了第一名 宫藤还对他一阵嘲讽 见风使舵的老师 也走过来挖口 说阿正脑袋不行 以后第一名都会是宫藤的 阿正倍感屈辱 李湘看到他被欺负非常气愤 这个漂亮的女孩 竟然是变态 因为老师欺负他喜欢的男生 于是约老师出来 趁他分神之计 把花盆砸在他头上 李湘装作一脸无辜 说自己手滑了 李湘下一个要报复的 就是宫藤了 为了阿正 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李湘想到 就算把宫藤弄伤 他依旧能学习 他要为阿正制造 夺回成绩第一名的环节 李湘决定牺牲自己 于是他找到宫藤 表示上课没听懂 请求他帮自己补课 宫藤拒绝了他 随即想要离开 李湘一把抓住他的手 使出美元计 宫藤狠吃这套 立马上钩了 放学后 教室只剩下他们 两人气氛暧昧 为了让宫藤迷上自己 李湘表示 要教他接吻作为回报 宫藤彻底沦陷 从这之后 宫藤每天教李湘学习 他的脑子里变得只有李湘 从而荒废了学业 很快再次迎来月考 阿正从回第一宝座 而宫藤成了全年级倒数第一 李湘一把推开宫藤 冲到阿正面前恭喜他 李湘看到他的笑容 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现在目的达成 李湘不再理会宫藤 表示他嘴里都是蟑螂的味道 让他恶心到想吐 受到打击的宫藤 变得疯疯癫癫 依旧对李湘死缠烂打 说要给他补课 见李湘拒绝 宫藤拿出水果刀 李湘吓得赶紧逃跑 慌乱中摔倒在地 宫藤追上来 将他捅伤 宫藤因此被学校开除 其实这一切都在李湘的掌控中 他从小练过空手刀 因此避开要害 只留下轻伤 他故意在众人面前摔倒 被宫藤捅伤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退学 并教女友多可怕 李湘和阿正的关系越走越近 每天送亲手做的便当给他 可没过多久 他的暗恋又迎来新的危机 校花和男友分手后 把目标转移到阿正身上 于是找到李湘 警告他离阿正远点 否则就将他砸伤老师 逼疯工藤的事情说出去 并教的李湘 又怎会轻而易举受他摆布 李湘没有放在心上 第二天依旧给阿正送爱心便当 却被校花推倒在地 阿正见到这一幕 赶紧关心李湘 校花抓起李湘的手 拆穿了他的真面目 表示就是这只手 把花盆扔下楼砸伤老师 吃了这双脏手做的便当 就会遭遇不幸 之后 李湘约校花在天台见面 弯腰90度向他道歉 随后伸出手 要和他握手言和 两人手握上的那一刻 李湘眼神突变 狠狠抓住他 原来李湘在手上涂了强力胶 校花觉得他的手脏 那他就把两人的手粘在一起 这样他的手也会变得肮脏 随后把校花推倒在地 大家都喜欢阿正 那把脸也粘在一起吧 校花被吓惨了 从这之后 再也不敢招惹李湘 但随之学校里各种言论传开 说李湘是危险的女人 没过多久 阿正约李湘见面 还没等他开口 李湘主动坦白了所有事情 阿正为他为什么这样做 李湘鼓起勇气说出 从小就喜欢他的事情 现在阿正知道真相 一定会讨厌自己吧 如果被阿正讨厌他 就会死 可就算死了 他也不想被阿正讨厌 于是他拿起花瓶 说既然这样 两人一起死吧 没想到阿正欣然接受 原来他也一直喜欢李湘 原以为互相喜欢的两人 能开启一段甜蜜的恋爱 没想到阿正也是变态 随即脱起衣服 一把将李湘扑到 大吼着要和他融为一体 现在轮到李湘害怕了 他拿起手中的花盆 将他砸晕 当阿正和他表白后 李湘便不再喜欢他 他觉得这不是心中的阿正 李湘的初恋故事就这样结束 李湘的真实中 并交状态被李湘表现得淋漓尽致 聊起人时 一颦一笑皆是诱惑 但翻脸不认人起来 又是另一副面孔 让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他眼神里的不屑和威胁 好了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